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我们比较特别 来提前试日本即将被喂食的毒 神界奇传八百万神的幻想谈 这款游戏在中国叫做太古仙源或者千云绝2 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名字 而开发商是中国的乐呵原油 于2020年左右开始可以在广告投放上下载 改款在台湾叫做新仙侠起源 于2021年1月19号上架 代理商是一亨数位 如果有看我影片的观众应该不陌生 反正也是专门当跳板用 而游戏实际背后的营运为eSkyFund 或者Sky Entertainment 两者都是同间公司 旗下还有其他挂名的子公司 像是原方网络科技 或者圆融网络科技 基本上上架的都是圈钱用的换皮游戏 只是这次又跑去隔日本人 接着我们就一边玩 透过实践来检验是否为真同款换皮 游戏职业的部分这边直接对比日本官网的例会 其中有将一个职业道士调整成公司 该说是很用心还是懂得路径随俗 而其他职业基本都一样 但实际上的画面跟官方宣传图 不能说差异甚大根本是毫无关系 然后迎接我们的就是常见 放置M&O会出现的画面 而我们可以根据这篇5月9号巴哈的文章内容中 两张官方的战斗场景图找到线索 分别可以在游戏的开头 以及任务经过一段时间后 抵达这两个场景 那看完玩到这边 对这游戏应该其实也了解差不多了 翅膀、座骑、称号、轻功演示等 基本上所有该有的元素都融入了 就是很惊艳的垃圾游戏 时装的界面跟官网这张是一致的 抽卡的部分应该是使用游戏中的仙魂系统 只是他没有把实际画面放出来 所以整个游戏就是重新套个世界观 然后把人物、声优等日本画 日版的界面上可能会再干净一点 然后加强官网跟宣传力度 搭配个号称几十万人预约跟精美的CG 来炒一波热度 而通常也不会有相关的实际画面 毕竟这游戏如果试玩影片一出 根本只会搭BOSS 厂商不会自寻死路的 而其他的游戏内容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结论 这几年台湾玩家经历的噩梦 日本人也不断在面对 我之前其实分析过 日本手游的主流市场 其实并不是放置M&O 目前银松排名上也就走天堂W 还排的上位 其他大多都是去送头的 像今年上架的日版天狱 或者之前的二之国 基本上都撑不太久 尤其这种一看就知道不能打 出道及巅峰的作品 全一波就准备凉凉官府了 还好我们台湾玩家 经常经历过这种智商收割 抵抗技能是越点越高了 这款游戏应该也不会再用日系 MMO之类的名称 再次转身回台湾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